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再度出現重挫的發展 沒有股市的一個資本支出 大縮減的一個發展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 特別提醒官員注意到 這個全球本益比的大崩壞 特別是台灣電子股 可能會面臨同樣的局面 所以現在不是一個本業 衰不衰退的問題 而是昨天我們特別提到 從整個成長率 從資本支出的規模來看 似乎有非常大的危機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台北股市下跌 特別跌的都是資本支出的概念 那最新消息 包括北美的BB Ratio值 是出現了連續性的下滑 蘋果在公布財報之後 在昨天盤中宣布 要削減資本支出 將近一成 蛇尖台北股市的科技股 特別是蘋果概念股 平蓋股 全面性的出現崩盤的一個變化 那未來的訂單在哪邊 似乎大家都不知道 那另外大家說台北股市下跌 是不是因為正所稅的關係 今天聯合報的頭盤頭條 又來講正所稅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用有圖有真相 今天聯合報是講證據的 而且講學理的 台灣的資本利得稅 似乎低到離譜的地步 甚至我們從美國 從英國 從日本 從韓國 來看資本利得稅 為什麼別的國家走大多頭 台北股市走空頭 假如真的要講正所稅的話 那就是正所稅 磕太少 為什麼這樣講 等一下我們告訴你 到底全球的國家 全球各國 是如何來利用資本利得稅 來發展經濟的 那做我們觀察 但股市很慘 那沒有投資機會嗎 當然是有的 既黃豆小麥玉米 這個黃小玉農產品之外 今年的農產品 真的不得了 現在棉花的價格 也出現蠢蠢欲動 那最近我們看到 全球幾個比較有名的 埃及棉 埃及棉不見了 美國棉 最近連美國棉的廣告都看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棉花種植面積大幅減少 加上庫存大幅減少 棉花會不會也開始出現一個 起漲的出身段 我們特別請教四位來賓 來參加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